这个日期与时间函数 所以等一下的话呢 请开启这个日期与时间函数 那我们原则上也是由左到右 分别把这个函数一个个把它完成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 Today函数 那Today函数呢 实际上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想要知道呢 今天的日期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今天日期呢 那就直接在这个结果的地方 你就直接在Fx插入的地方 那当然一般我们是全部了 那如果你要节省一点时间的话 你可以找到日期及时间函数里面 就会有一个Today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不需要传入任何的参数 所以直接后面刮符就可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不需要任何的引数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 后面刮符里面没有东西 但是一定要刮符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马上就会显示什么呢 显示今天的这个日 今天的日期 今天日期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往下看好了 这个地方 那这边是讲到 2008年的这个奥运 奥运 那不过呢 已经过了蛮久了 所以呢 我们要 如果说我今天要计算什么呢 这个稍微把它改一下好了 题目稍微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20 再来是哪一国呢 2012好了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伦敦奥运吧 刚刚上网查了一下 伦敦奥运 那伦敦奥运的 这个开幕是哪一天呢 我刚上网查了一下 应该是 7月16吧 7月16吧 应该是在 7 7月27号 7月27 7月27 应该是这个日 将在明年 就是7月27号节目 所以呢 我们假设把题目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 改成 这个叫伦敦奥运好了 7月27 那我怎么知 7月27 那我怎么去计算说 今天离伦敦奥运开幕 还剩下几天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函数 就是叫做 Date函数 Date函数 跟什么呢 Today函数 也就是把 Date函数 减掉Today 就可以算出呢 剩下几天 那格式的话 底下有给我们提示 比如说后面几年 年、月、日 中间加上豆点 再减掉Today 就可以得到剩下的天数 剩下的天数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直接在这上面点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Fx这边点一下 找到Date Date的函数 那Date函数呢 底下也会有个说明 这个说明的话呢 就是一样我前面讲过嘛 你第一个 如果你对这个函数很陌生的话 你要先看这个底下 底下的部分呢 它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参数 反正参数我有讲过嘛 就是豆点隔开 所以呢 有两个豆点 就是表示有三个参数要给它 那这三个参数是什么呢 其实看在上面就有答案嘛 基本的单字嘛 Year年嘛 曼时就是月嘛 Date就是日 给它年月日就好了 这样子它就会算出 算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减掉今天日期 就会得到一个天数 那实际上给它这个年月日 它就帮你转换成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就换算成天数 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啦 就是这个天数的话 就是从那个什么 耶稣诞生那一天 到这个日期 总共几天啦 总共几天 那跟今天算一下两个相减 就是剩下多少时间的意思 所以你会想 为什么要这么一串 这一串就是转换成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是从西元开始到那个日期 总共几天的 几天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年 年的话就是多少 奥运那天 2012嘛 对不对 然后开幕是7月27 7月27有没有 底下呢就会有一个数字 41,117 很多人 怎么会变成 41,117 其实我刚开始也觉得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数字跳出来呢 其实这一天呢 应该就是 这个 这个从西元 就是耶稣诞生那一天 到奥运开幕呢 总共经过了41,117天 就这样 那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或者我们可以算 假设今天是哪一天呢 今天是 2001嘛 然后今天是3月17 所以是40619天 从西元开始第一天 到今天为止 经过了4万多天了 4万多天了 应该是这样 360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2012 然后7月27 这一天我们必须怎么样呢 把它确定之后呢 再减掉 后面的话就是用计算 所以再减掉哪一天呢 减掉today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today 当然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要用加 不要自己打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前面这边 我讲过嘛 第二次加入函数的话 要从这边 那最近如果有使用过 就点一下today today之后按确定 这样这个日期 减掉这个日期的话呢 我们就出现一个日期出来 可是呢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奇怪怎么是一个日期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背后的格式 要改一下 因为我要产生的是tm嘛 对不对 所以必须还要在这边 格式 储存格 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通用的 或者改成数值 不要小数点 也可以按确定 就剩下498天 可是我后面如果说我要加一个天呢 有没有 后面你要加一个天 记得就是在这个后面 再加一个天 那怎么加 end嘛 对不对 然后加一个什么呢 天 可是天前后一定要什么呢 用双以后把它加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那加上一个天 再输入天 在输入完毕之后呢 记得按一个打勾 打勾之后呢 就会498天 498天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题 就是date 给它一个 这个2012的开幕日期 再减掉今天日期 就可以算出呢 距离那一天 到底还有几天 就倒数计时 倒数计时 好了以后的话呢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这个部分 today跟date的这个函数使用